萬物新農,這是總統府農年春年 以農的諧音祝福國人及各行各業都能萬事亨通 興盛繁榮 除了寓意吉祥外 更特別的是 這是蔡英文總統任內最後一次署名的春年 而副總統賴清德也是下一任總統當選人 兩任總統同時署名更具有紀念價值 這一次我們在所謂手上拿的這個春年 那麼就是我們的總統蔡英文總統 歷屆以來要卸任的最後一年 所以這個春年是 說起來是極其寶貴對於蔡英文總統 那麼最後一次我們所贈送以總統的名義 贈送的這個春年萬物新農 他希望就是說我們在天底下 那麼所有的萬物都可以欣欣向榮 所以屬於農年就是叫做萬物新農 總統府議員福袋及紅包袋也很值得收藏 以議員福袋來說 除了有龍的元素還可以變成立體化 很適合當做擺飾 紅包袋則是前龍頭後龍尾 如果好幾個紅包袋一起擺放 更能呈現出活靈活現的神龍 這個紅包袋 那麼正面除了有一個龍的象徵吉祥之外 那麼它也可以折起來 然後就放在這個袋子上 這個卡榫上 然後就可以放在座上 那可以擺著 然後象徵可以龍年 行大運 然後大家都身體健康 那麼討個吉祥 那這個紅包袋 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話 那麼就可以我把這個兩個紅包袋前後打開的話 就有一個象徵一隻龍 那麼在龍騰飛舞 那象徵得非常的吉祥 那麼大家可以這樣 這個圖騰可以象徵大家在生意上 或是在工作上 那麼都會很發達 搶手的總統府龍年春年福袋及紅包袋 即使其在民進黨金融市黨部及各黨籍思議員服務處提供索取 由於數量有限 想要的市民好朋友動作可得加快 記者張其燈金融報導